PVC塑胶地板遇到这种损伤,知道怎么修复吗? 今天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第一步 先用开槽器把地板滑含处进行开槽 槽口深度必须是塑胶地板的三分之二 使用专业焊枪进行焊接 焊枪温度约300到400度左右 根据实际情况,调节焊枪的温度和速度 焊点保持与地板平行并放在槽口上 焊条完全冷却后,用铲刀铲平焊线 使焊条和地板高度保持一致 这样就修复好了